啟動表單之後的話 然後再來填入資料 填完資料之後的話 幫我把這四個東西填到這個位置 OK 那這個位置特別注意 它的位置就剛好在 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剛好填到這裡面 那程式應該怎麼寫 OK 那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其實邏輯很簡單 你要能夠理解的話 以後就照這樣的規則寫 其實就OK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1 程式寫在哪裡呢 1 先開啟Visual Basic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再把那個表單打開來 那特別是這邊有個新增有沒有 也就是當我按下 它的時候它會執行動作的話 那記得請你在這個新增上點兩下 它會跳什麼 事件驅動 意思說當我按下那個東西 那它的名稱叫什麼 因為它預設的名稱如果沒有改的話 它就是這麼長的名稱 它叫做Command Button 1 它就是Command Button 1 然後呢如果你點它兩下 它會出現 底線後面就是動作 它被 什麼Click Click就是被點一下的意思 Click按下滑鼠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事件就有一個驅動 你就下面呢 就會執行你下面的程式了 這個叫事件驅動 當 這個東西 被 Click的時候 就 執行下面的程式 下面程式有哪些呢 當然第一個 我希望能夠把什麼 把這個畫面裡面的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什麼 一樣 事件驅動概念 這個東西你要知道它的名稱叫 Text Box 1 那 下面這個叫什麼 顧名思義嗎 應該2啦 如果說沒改的話 特別說如果你沒有做錯 像有些同學沒有修正過 那一定是 這個是1 2 3 4 不過之前好像有同學 做錯了他把它刪掉 又重來的話 那你可能數字就不一樣 可能就5 6 7 8 如果不一樣請各位注意 請你就把它改一下 本來你這邊後面變5欄 你就把它改回 變1 1234 照我這樣的方式 不然的話比較容易混亂 OK 好那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把 那個 這個裡面的東西 放到哪裡呢 幫我把它放到這邊來 這個放這裡 那這個叫 Text Box 1 裡面的東西就是 是點Text 裡面的東西 放到前面這邊來 OK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的寫盤應該是 按個TAB鍵 那 如果你 寫到哪裡先寫 寫到這裡 這裡的話呢 是這樣 Sales 瓜糊 第九列 的 A欄 對不對 A欄就這樣寫 OK 等於什麼呢 Text Box 1 裡面的 文字 點Text 它不是點Caption Caption是唯獨的 點Text 是裡面可以改的 叫點Text OK 那這樣的話呢丟過去 就放在這邊了 OK 下一行應該知道 下一行的話 也就是什麼 一樣嘛 所以把這邊改一下 那就是這邊改成 改成2嘛 對不對 把這個第2呢 寫到B欄 那一樣的方式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前面幾個都蠻簡單的 這個是第3 這個是第4 所以這邊的話 那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C嘛 這邊改成D 那這邊的話改成3 改成4 OK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不過呢會有一個地方有問題 9 那如果今天放的是9 下一個就變10 那問題啦 你不可能說下一個怎麼辦 再來改成4吧 不可能 所以怎麼辦呢 請你用追蹤的 也就是這個 這個9 將來請你在上面我用R來代替 R的話就是 那個會變動的 位置 那我可以用一個方法 追蹤嘛 前面好像講過 你把油標放在那個Ranch Ranch A2的位置 向下追蹤 還記得吧 點 點1 我前面有特別強調這個很重要 AND 刮虎向下追蹤 有沒有 XF Done 抓到的列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抓到什麼 第8 但是我要放第9嘛 所以你有沒有 把它怎麼樣 加 1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得到9 有沒有 如果你又多一個 那變10 所以這個R 是一個變數 變數的話會隨著什麼 你資料增加而改變 OK 所以什麼叫變數啦 簡單講就會變得 那個 這個 變這個值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什麼 把這個改一下 R OK 寫完了 這樣就寫完了 但是我們來測試一下 OK 一樣沒有啟動表 不過你這邊可以執行一下 然後假設我今天 AA這個人 其實你Enter 他會跳下一個 不用寫他固定的 但是你會在Enter 這個功能我還沒寫 Enter他會跳到這裡 OK 那個上個禮拜講的功能在額外寫的 他不是本來就有了 怎麼寫我們最後再講 因為那個功能不寫沒差 你頂多是多按一個Enter而已 你這個時候按Enter會不會過 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剛寫那四行有沒有 資料有沒有過來 有過來了嘛 對 但是後面還沒寫完 為什麼 因為後面我還希望 自動產生這三個欄位的東西 所以呢 後面部分 還有什麼呢 這個是要自動 然後呢 回過頭來 這個都要刪除 那並且把游標 回到第一個 對 就是一個循環嘛 他後面還有 所以這個要做 這個要做 這個要做 就OK了 所以有四個步驟 四個步驟 那我們就完成第一個步驟 那第二個步驟是什麼 自動產生 那怎麼自動產生呢 基本上 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丟公式就好了 要不就是你 就是BBA 我講過兩個方法 那當然比較簡單的是丟公式 其實你丟公式 我覺得 比較 簡單的 就是說 上面已經有公式嘛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把這個公式拿來複製 放到哪裡呢 放到那個 儲存格後面就可以 所以後面 這三個呢 其實你可以 用丟公式的方法來做 不過我的那個講義裡面是寫 我們用BBA的方式 那怎麼做 其實丟公式我先講 這個的話你可以 E 這邊把它改成雙以後 這邊改成E OK 然後以此類推 再來的話就是 F 有沒有這邊丟公式 這邊也丟公式 F也丟公式 然後G也丟公式 後面有三個 要自動產生 F Q 我前面講過啦 丟公式就是 幾個原則嘛 E 先把 上一列的公式拿過去 但是呢會有兩個原則 第一個裡面有沒有雙以後 如果有的話 要把它變成兩個 第二個的話如果有列號的話 之前這個8 跟8要改成I 但這邊要改成R 為什麼因為它跟著那個有沒有 跟著變喔 有沒有 它上面是第8列嘛 那下面的話變第9列 第9列剛好就那個R嘛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複製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後面 所以這邊把它貼上 先貼好了 先貼 這個取消 一樣 這邊把它再貼過去 這邊一樣 這個再貼 那這個的話呢 一定要把它貼過去 一樣把它貼過去 只是說呢貼過去之前 一樣的動作就是說 你要 這邊有這個 你可能要先 把這個裡面的雙引號有兩 這個裡面貼上的雙引號 這兩個跟這兩個要把它變成 一個變兩個 表示說那個公式裡面的這邊 那如果太多個啦 我是建議就是你乾脆用 前面講過你可以用那個 負屬應用程式裡面的 那個什麼呢 記事本 去把它取代一下 所以它這邊 負屬應用程式 裡面的這個記事本 那比如說像那個多重的部分 這邊這麼多啦 你乾脆把它取代 一個 變成兩個 再貼過去 這樣的話比較沒有問題 複製 然後呢把它放到這個裡面來 但是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它會是第8列 所以呢我如果希望以後那個列 會隨著改的話你要把這個8 改成R 改的方法跟那個I一樣 1 算號兩個 1到中間 and兩個1到中間 然後加一個R在裡面 加一個R 然後前後這個到空白 那這邊的話一樣 8 所以其實如果你做好一個 雙引號到雙引號把它複製一下 這個怎麼樣 看到8怎麼樣把它貼上就好了 然後 這邊看到8把它貼上就好 其實這邊也是一樣可以用 取代的 我覺得這個大家知道一下 把它這邊 只要看到8 8列的話 就是用R去代替它 好 程式 寫完了 OK 第二階段完成 自動代出後面 E到 G來 EF區 好 那把它這個完成之後 這個先刪掉一下 我們就從這邊 啟動錶單 然後一樣 AAA 隨便打 我不知道要想什麼名字 反正不用想 所以我後面練習就是 AAA BBBCCC 這樣很簡單 OK Enter 然後新增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就自動了 自動了 自動了 OK 那你想說這地方為什麼自動呢 有沒有 剛剛的 8變9 為什麼因為R會跟著變 這個也變成9 這邊也通通變成9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 我們自動代出 但是還沒結束 就是 我們還有後面資料把它清空 回到上面 待會再看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滑梅哥 加釀 覺得 保鮣 保鮣 Aud 了 風 。 relatives telev